風大到鴨舌帽都被吹走 男同學邊跑邊追很狼狽 山頭兒颱風儘管還在 南台灣家門口打轉 台北依舊感受到不小風勢 陽明山上的文化大學 就能看到不少同學 頂著風趕上課 還要顧及形象 我覺得今天比較大 今天比較大 其實說實在 因為三年已經習慣了 大安館這邊 其實在學校防彩的狀況 他們也有特別在門的地方 貼上擦形的膠帶 接下來就是要防止這個風 是可能比較大的話 會有一些損害的狀況 玻璃門窗都貼上膠帶 就是怕接下來風還會更大 看看氣象署資料 文化大學觀測站 週一週二山陀兒開始靠近 都測到九級陣風 比平常的七級陣風稍微大一些 再往陽明山國家公園走 二子坪還可能出現十級陣風 今天原來是同學會 但是因為颱風來的關係 所以取消嘛 因為要到台南那邊去 但是今天就是我覺得天氣不錯 颱風打亂行程 香港遊客趁好天氣上陽明山走走 相同想法的人還不少 大家都把握暴風雨前的寧靜 山陀兒颱風的最新動態 由於它現在目前距離台灣 北台灣來說還有一大段距離 所以現在在北台灣來說 還算是有一大段的空檔 所以今天其實有很多的遊客 他們就趁著現在在北台灣 比較沒有風跟沒有雨的時候 上到陽明山這邊 大台北地區沒有雨 沒有感受到山陀兒外圍環流的威力 但風不能小觸 包括貓空攬車 一早九點就表示 因為瞬間風速大於每秒21公尺 打九級風 因此暫停服務 接下來隨著颱風進逼 風雨也會更明顯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